高雄在二月到四月陸續有多長能演唱會要登場 除了十八號登場的新好男孩之外 後續還有Blackpink還有阿妹也會陸續來開唱 預計吸引超過二十萬名的外地歌迷 高雄市政府也推出了加持演唱方案 歌迷只要憑著票根到合作店家 Selfie就可以兌換優質好看 與在地的業者串聯要共享演唱會的經濟相機 大批歌迷齊聚高雄巨蛋場外 都是為了新好男孩的魅力來的 為了迎接二到四月 超過二十萬名外地遊客來高雄 欣賞演唱會的商機 高雄市政府推出加持演唱方案 有票根不要丟 金髮局結合在地酒吧 餐酒館以及火鍋等 各類型業經濟特色店家 只要在門口貼上加持演唱的貼紙 就可以憑票根享有優惠 初次票根立刻送上兩杯免費飲料 讓看完演唱會續發的民眾可以繼續聊 我們看完演唱會後心裡還有一些悸動 那我們就是擅長後還可以跟朋友約在這邊 可以互相再聊就是聊天一下 然後了解剛剛演唱會 互相交換一下心得我覺得很棒 演唱會票根不要丟 只要拿我們的票根 然後到我們合作的店家 包含可能有在地特色的酒吧 餐飲 或者是我們的在地特色小吃 那都希望大家聽完演唱會可以來續攤 除了餐飲優惠外 金髮局目前持續招募上百家多類型店家 多樣套裝遊城 加上在地十家百貨也寄出多重優惠 後續將每周持續增加 要讓月迷在高雄享受 一票吃喝玩樂到底的澎湃虛團體驗 記者成立果湖放鬆SNG小組高雄報導